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时候啊 秦燕 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啊 什么事啊 我叔跟魏大炮 是怎么跟你描述 九五年DNA庆子建立的事呢 我就知道你约我出来啊 不怀好意 警官 你别那么高兴一下 我哪有不怀好意了 我想帮你啊 帮我 那行 你说说看 我有什么好处 可以提醒你的正义感 你想 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我要做这事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我父亲和爷爷 洗净他们的冤屈 重振他们的声誉 对不对 那你是正义的代表啊 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你该不会不知道 咱们俩这次谈话的界限在哪儿吧 什么界限 这次调查呢 不是绝密的 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叔是周围 所以牵扯到必行的原则 是这意思吗 知道 想让我越界 其实你不告诉我 我跟蔡克八九不离时 他跟你说了什么 你的激将法在我身上没用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这绝对不是什么激将法 其实在去上海之前 我跟叔已经聊过这件事情了 而且在发现罗洪因海谷的时候 我跟魏大炮也聊过关于九五年 EAA亲子鉴定的事情 我掌握的信息量也很大了 之所以我现在希望跟你 友好地去交流一下信息 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去破这个案子 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不接受啊 我真是觉得 你说是不是倒了没了最近 水泥啊 你又没有觉得 这最近 但凡跟我牵扯上的人和事 都被我弄得一团糟啊 我是警察 我只相信证据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放心了 去找信任踏实一点 我觉得吧 这个案子 就应该咱们俩共同 去把它破掉 你看我们俩这么接近 接近 接近犯罪嫌疑人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俩应该联手 我一直以为你挺合群的 比如身边有几个不错的朋友 你写什么的 那都是表象 那关系好都是演的 谁知道演的演成真的 行吧 你先说吧 我说什么 你不是说你跟你叔还卫大炮 谈论过那次95年 DNA亲子鉴定吗 可以做交易了是吧 好的交易呢 是让双方获益 或者至少不赔本 有道理 那你干了 咱们现在说一下卫大炮啊 卫大炮说 我爷爷曾经怀疑过他 继续说 我结果说完了 你来补充细节 我让你来